中国北方多个地区连续两天暴雨惩灾 不仅居民被紧急疏散 恶劣天气也严重瘫痪当地交通 尤其在山西省的灾情十分严重 在山西至丹县的洪水 已经将上百辆的轿车冲入狭窄的街道 堆积如山的汽车导致水位进一步上升 淹没了多个地区 救援人员先疏散受困居民 然后拖走车辆在清理路上的泥泞 而在新疆强降雨也导致独库公路 紧急路段发生土崩 瘫痪当地的交通 小整员把车辆从泥江拖出之后 交通如今已经是恢复正常了 河北省和内蒙古同样一片汪洋 救援人员已经将受困者驻出 同时展开排水工作 情况已经受控 感谢您的关注 请内规范 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